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一提一follow就跟进一下 香港田径队在亚洲青年田径錦标赛的表现 由梁荣熙、胡依林、梁君怡、陈佩琪组成的女子接力队 在4×18跑出47秒的成绩 帮香港赢得一面同牌 似乎日本的空气特别好 几位香港运动员都跑出好成绩 学阶难后盛楚恩在100米难决赛 跑出13秒95 打破自己在中华台北公开赛的PB成绩 进入14秒大关 而女飞人陈佩琪就在200米决赛跑出24秒57 平了自己去年在5月亚少赛的PB记录 不过可惜被铜牌得主印度算手 马飞慢了0.8秒 无缘奖牌了 填赛方面 男子标昌选手林敏耀在第三站 扎出63米11的成绩 打破自己在上个月中华台北田径錦标赛 创下的香港青年纪录 最后以并列第四名完成赛事 早前爆出的空中风波再有新进展 港协旗奥委会召开会员大会 会上超过九成赞成票 通过无限期暂停空手道总会会席 不过瓦加达瓦运会8月就举行 所以港协已委任四位独立人士 组成临时论选选委员会进行论选选工作 他们已经向除港空手道运动员 发出公开信招募参赛选手 并列明5点进质 今个月14日下午就截止报名 而两日之后即16日 临时论选委员会就会对外公布 哪一位运动员入选亚运大军